日本政府近期就辅导核污染水排海的问题 开展全球公关 试图用专项基金堵住反对排海的日本民众之口 试图把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综合评估报告当作通行证 摆出排海势在必行的架势 如果核污染水是安全的 就没有必要排海 如果不安全 就更不应该排海 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计划的正当性 合法性和安全性 饱受国际社会质疑 无论日方如何闻过是非 也无法漂白排海计划 周边邻国此起彼伏的抗议 和日本国内各界的质疑之声都是民政 日本媒体16号的一个民调显示 超过80%的日本民众 认为日本政府关于核污染水排海的解释不充分 不断有日本学者环保人士发声 认为2011年福岛核事故已经造成了放射性物质的泄漏 那么如今又人为的排海增加放射性物质的污染 是不能容忍的 日本政府的核污染水排海决策 完全没有反映民众 特别是渔业农业从业者的关切 大概率要违背此前做出的没有获得相关方理解 就不会启动排海的承诺了 我想强调的是向海洋排放核事故污染水 在世界上没有先例 也没有共同认可的标准 这是一个科学问题 也是一个态度问题 中方敦促日方正是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的合理关切 停止强推排海计划 以真诚的态度 同周边邻国进行充分协商 切实以负责任的方式处置核污染水 并接受国际监督 感谢您的邀请